她說 哎唷 黃家謙 也會交男朋友喔 也會交男朋友 這個語氣 就好像衣服就是 替你開心嗎 我沒有辦法交男朋友的意思 連我都可以交男朋友 然後重點是 Chris也聽到了 我老公也聽到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講你 你很漂亮啦 其實那時候就是 大家對於看看我 就是我那時候是女丑 就女丑形象嘛 然後就很多媽媽啊 就很喜歡我這個個性 就是我很受媽媽婆婆 對 我就放 就很多媽媽婆婆很喜歡我這樣 然後我就是 我們在約會嘛 然後才第一次吧 第一次約會 然後我們在淡水那邊走 我想說那邊應該沒什麼人 可是沒想到那一天不知道怎樣 就人都出現了 然後我就聽到你知道嗎 他說 黃家謙 也會交男朋友喔 也會交男朋友 這個語氣 就好像衣服就是 替你開心嗎 我沒有辦法交男朋友的意思 連我都可以交男朋友 而且他這個 他交話有點大聲喔 對 對 然後重點是 Chris也聽到了 我老公也聽到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講你 你很漂亮呢 對 所以真正原因是漂亮 所以他也是看外表 他看上 對 我們的新娘 嘉謙啊 今天要叫到你們家去呢 當然要愛見他 為了人物國 每個人都跟他講說 哎呀 夏克你人真的很好 取黃家謙 你真的是 不是看他外表 然後你就是愛他 就是真的你人很好 心地很善良 你這是看內在的一個外國人 然後我老公每次回來就說 他去訪問 然後就很多男藝人的反應 就是好像就是同情他這樣 然後他回來說 為什麼他們都這樣講 我都跟他們說你很漂亮 他們都不相信耶 他是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我就覺得我老公人好好 真愛 真愛 他就那麼難過 封面 我看他 好了 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大家好 我是李柏潔 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大家好 我是易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